人到中年其實都在假裝活著 前兩天一位姊姊來找我 她說她想走出舒適區 開闢人生的新戰場 這樣的勇氣很浪很很開心 舒適區這個詞我們都知道 但我認為這個典型的自意型男 只有當自己嘗試走出去 付出了代價 才能收穫新的風景 雖然失去了曾經重要的東西 但你才能真正理解 我跟她講了我這幾年 從打工到創業的過程 解釁完說 你很不容易耶 在大家這麼看好的時候 打起精神 每天都在付諸行動 可能把一些看似鐵馬行空的事 一步步拆寫落地 一點點從0到1 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解這一句話 差點把我說哭了 解釋服務業 她哭著 我想轉好 但當心新的事業不適合自己 然後最後無路可退 她問我怎麼辦 我說啊 就是幹 當你付諸行動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多時間想那麼多了 當你一心一撲在做事情上面 收穫水到渠成 如果頭髮你會發現 年輕時你聽懂歌詞 現在突然都能聽懂 因為你經歷過 年輕人的抱怨 在中年人的困境面前 不值一提 因為年輕代表1萬種可能 總監最羨慕年輕人了 時間就你們最大的資產 大膽嘗試 別糟蹋了 解悟我 總監 你創業11年 為什麼能堅持下來 我說啊 人生不怕慢 只怕讚 因為有你 老鐵們 留下暗號 來 喝茶 幫總監按讚 有你的支持 上班黑客才能走到今天 謝謝你看到這裡 明天就是除夕了 除夕除夕 就是除去煩惱 迎接希望 希望家人和朋友 碎碎嘗嘗歡笑 事事皆如意 來喝茶